马三大港这次的这个来台访问 其实某种程度是在安台湾人的心 因为他当然有把美日台的关系来去做定谋 就是要有不惜动武 维护台海安全稳定的明确意志 可是问题是他讲一句话是在安台湾人的心 因为中国会操纵以美论 也一定会操纵以日论 日本人会抛弃台湾什么之类的 打仗日本就不会理你 跟马三大港讲得很清楚 以航海王来比喻 我的时代叫海贼王 鲁夫从来没有背叛过朋友 也从来不会在危难时候 见死不救 我以此希望台日关系也能远远留长 持续发展 其实蛮感人 他其实在讲我日本人就是鲁夫 我当亚洲队长 我会当船长 我不可能会抛弃台湾这个盟友 其实很感人 这件事我觉得对台日关系是个很重要的稳固 我觉得他带来这句话其实很温馨 那也看得出来 就说日本的这个重要级的政治人物 底韵 他来台湾 他讲的话是非常亲切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件事情 是要给民众党一个借禁 你如果要用动漫梗 麻烦学学一下人家 好不好 不要乱用 那我觉得第一个是 他讲说鲁夫从不背叛朋友 当然代表的是说 日本在共同防卫 这个台海安全上面的一个决心 跟长久以来对于台湾的 那台湾是乔巴还是乡集市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 一个可以反的想是说 他也要告诉台湾 如果我们台湾 也要清楚知道 鲁夫是不背叛朋友的 那台湾的朋友你要想清楚 你要当鲁夫 还是你要当背叛朋友 对 因为这句话很清楚 代表什么台是在同一条船上 这是很深的蕴含 没有错 所以他带来还有一个关键是说 他要呼吁大家是要有 共同的价值观 所以他来他觉得看到赖 他稍微放心了 因为是有共同的价值观 这共同价值观也就是说 我们要捍卫台海的安全 而且台湾人也要有 这样子的觉悟 那我觉得你看到现在中国 不管是他的大水 也好 他从这个现在经济崩盘也好 确实中国国内现在东当不安 但是连像日本 刚才这个前面讲了一大堆 他现在做的一些 武力的这个措施 大家会觉得 日本在发展他的 这个武力的时候 他会是一个国际上的 troublemaker吗 没有人担心啊 不会 那台湾应该也要有 这样子的决心 也有这样的价值观 我们台湾是在捍卫 自己的前提上面 来发展台湾自己的武力 对 所以我觉得 我真的建议啦 就是说所有对于台湾路线 还存有一点点疑虑的人 当然包含我或在座各位 或是九十二客户的观众 应该都能够认同 马森探长讲这句话 要有守护台湾决心 要有不惜动物 维护台外海 稳定安全的明确意志 我相信包含我 还有在座四位来宾 以及我们手机前面 看九十二客户的观众 都有这样的决心 可是如果你还对于台湾的路线 有一点点不明白 如果你还对于 中国国民党 所谓的核中路线 有一点点幻想 如果你还在认为 中国是一个 可以谈判的国家 你去看一下马森太郎 这次来台湾的 点点滴滴的谈话 我觉得你会得到非常非常多 台湾的路线 只能自我守护 不用靠祈求 我们自我守护 我们就可以维持 现在生活方式 马森太郎最近来台湾 掀起一阵旋风 过去我们常说 台湾要选总统 一定要跟美国 不要讲面试 要跟美国有一定的默契 台湾现在变成 地人政治的核心之后 你除了跟美国 要有一定的默契 你要跟日本 也要有一定的默契 所以马森太郎 这次来台湾 他的一言一行 就相对重要 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什么 邀请大家一起 手叠手 副总统赖清德 在总统府内 宴请访台的 日本前首相 马森太郎 以及众议员 林沐昕用 和中西建制 我将会在蔡英文总统 相同的路线上面 持续壮大台湾 马森主动提到台湾大选 因为他已经见过柯文哲和侯友谊 这回访台单独会见赖清德 就连可能独立参选的郭台铭 也预计在九号上午会面 而马森更当着蔡总统的面 大赞赖清德 马森这回访台 唯一一次公开演说 就是参加凯达格兰论坛 大谈台海区域和平 台湾要有贺阻力 动用武力的意志 以及让对方知道这样的意志 才能确保台海和平 未来能否选出保卫台湾的总统 日方高度关注 我觉得 孙岳哥 马森太郎是一个 对我来说一样 也是一个非常厚重的政治人物 他是前日本的首相 现在的自民党的副党魁 马森太郎 非常具有代表性 他就代表自民党的意志 也代表日本的意志 他真的来台湾 他说几件事 第一个台湾要有不惜动物 维护台海安全的觉悟 这个打点的所有合中派 什么什么签约 什么合中派 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一样 要求日本台湾 美国等有之一同的国家 要做好打仗的觉悟跟准备 最关键是让对手 对手当然就是中国 充分了解 自身有不惜动物 维护台海安全稳定的明确意志 这个说法就是现在米济党路线 就是赖清德的路线 赖清德由守护台湾的决心 让我稍微放心 你说麻生太阳这一大段话 打爆了那些白蓝 就是蓝白阵营的脸 很清楚地指出 台湾未来的路 就是要守护自己 其实基本上麻生太阳 来的整个核心意志就是 人在才能和 所以不惜动物 台海稳定安全的明确意志 就是你人在 所以他讲说 你不是只要防卫而已 你要人在 告诉他人在 包含是现在的军刀护卫2023 这次的军演到什么程度 攻击进入中国某个地方 美国这次的军演是告诉你 我人在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所以他就告诉你这一点 所以台湾 你不是说我就做好防卫防卫 做好防御 要人在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他是见过了侯友宜了 然后走马英九路线 所以这次就不用见了 而且侯友宜讲说台湾安全 日本就会放心 他看到了赖清德已经放心了 所以更不需要见了 然后另外一个 用航海玩 那更有意味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航海王 你不要跟我讲 你看过海贼王 海贼王 你知道台湾就是海贼王的后代 王子 严思琦 郑之荣 郑成功 全是大海盗 当时就是整个东南亚地区 最大的海盗 而且日本的枝田信长 对不对 封城修吉 他们那个铁枪火炮 就是台湾这边帮他们送去的 也是他们第一批 把我们的这个嘉义开台 所以他来到台湾 特别讲海贼王 我们当然觉得非常亲切 然后在亲切里面 海贼王里面又告诉你说 台湾 另外我们是海洋的后代 我们不是陆地的后代 海洋国家 日本跟台湾 我们是海洋国家 同为海洋国家 我们是朋友 朋友不会在危难的时候 见死不救 所以后面你就看到 日本做了什么准备呢